Giyo, 王馬Giyo Giyu! Giyu! 祝福的時 最高、最前、最大、最強 王馬Giyo 好的,歡迎回到GiyuS的看一期少一期的玩具評測視頻 那麼今天呢,我們來介紹的內容是 DELUX, 王馬Giyo, 多大一把 朝思暮想的平成最強的騎士 王馬Giyo的變身腰帶,終於是發貨了呀 那麼還是來快速的看下包包裝 正面,左邊,右邊,上面,下面,背面 這呢,我依然是不想在這個包裝上面多廢話 但是這個背面的圖案呢,真的是做的太帥了 太有這個王馬Giyo的感覺了 那麼外包裝的介紹呢,就到這裡 我們就要把它打開,看看它的本體表現如何吧 那麼打開了之後呢,一共就是一個腰帶本體 腰帶的袋子,還有一個背扣 那麼袋子和背扣呢,實在是沒有什麼好講的 跟之前普通Giyo的這個幾顆DELUX的袋子呢 是長的一樣的,只不過是一個換色而已 沒有什麼塗裝,都是一個塑料一體成型色 那麼我還是先把話說在前頭 這一次的這個王馬Giyo的腰帶呢 除了左邊和右邊的按鈕 是可以按的其他的地方 不管是上面的這個解鎖按鈕 還是邊上的這個解鎖按鈕 都是按不下去的,鎖死的 然後大家也可以看到,這一次的這個腰帶 肉眼能看到的有顏色的地方幾乎都是一個塗裝 先不談這個顏色塗的怎麼樣 至少這個誠意還是稍微多少有表現出來 也給大家仔細的看一下這些花紋 不過背面的這個地方呢,因為正常也看不到嘛 所以這裡呢,是一個黃色的塑料成型色 那麼腰帶整體的外觀呢 看起來跟之前的這個幾顆DELUX其實也差不了多少 畢竟本質上呢,還是一個同模換色的產品啊 除了兩邊的這兩個鯛魚燒之外呢 其他的地方都跟這個東西長得是完全一樣的 背面這個BELUTO的客製呢 也是有好好的保留下來 大小方面呢,也基本沒有什麼區別 那麼外觀的介紹呢,就只有這麼多了 開關呢,在腰帶的底下,搏到這個圓圈的位置 可以看到它開機的時候呢 正面這個LED是不會亮的 以前這個幾顆DELUX開機的時候呢 正面的這個LED是會亮的,這邊就不會了 那麼接下來呢,來介紹這個玩法和音效 玩之前呢,我再強調一句啊 上面的這個解鎖按鈕和邊上的解鎖按鈕呢 都是不能按的 這兩個鯛魚燒呢,也取不下來 所以就別想著把這個東西拆下來 再往上插錶盤之類的操操作了啊 那麼在開機完成之後呢 推左邊的這個開關,往裡面推 就可以觸發這個台詞音效 那麼在這個狀態下,它的台詞音效一共是有21句 然後呢,再來推右邊的這個按鈕 推動右邊的這個按鈕呢 就會觸發這個Omaggio的台詞音效 看到這裡,一共是有這個14句的台詞 然後呢,還是推動右邊的開關 但是呢,這一次是長壓 他呢就會想起OP裡面這個念白啊 看到這邊,一共是四種不同的念白 然後呢,在外邊的狀態下,去常推左邊的這個按鈕 是沒有任何音效的 那麼變身前的玩法呢,就只有這些了 接下來呢,來進行這個變身操作 跟劇中一樣啊 把兩邊的這個按鈕,一起往裡面推 來試一下,変性 哇哦,這個變身音效真的是有點酷啊 不過可能因為我的這個收音設備不是很好啊 所以可能會造成一個背景音把這個台詞給擋掉的現象 在現場聽的話呢,倒是可以很清楚的聽到這個台詞 如果想要購買這款交代的話呢,就不用擔心這些問題了 現場聽起來呢,這個變身音效還是非常的有那個魔王的感覺啊 非常的有魄力啊,我很喜歡 在變身完成的狀態下呢,你去按左邊 他的台詞呢,就會從一個變身前台詞換到這邊的這個變身後台詞 一共呢,是有20句 想要還原一些劇中的名場面呢,也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按右邊的這個按鈕呢,依然還是跟變身前一樣啊 是觸發一個歐媽救的台詞 長按呢,也是 話好多啊 長按右邊的按鈕呢,同樣也是跟剛才一樣觸發一個OP的念白 在變身完成之後呢,長按左邊的這個按鈕是會觸發一個 變身解除的音效的 這一點呢,就是變身前沒有的玩法,我們再來變身一次 接下來呢,再來聽一下這個必殺技 那麼這一次的必殺技收錄呢,可以說是非常的良心了 平常的20個假面騎士啊,從這個KUGA一直到GIO,是全部收錄進去了 而且台詞呢,可以看到每一個角色的台詞都是不一樣的 我覺得把這個必殺技才是這個腰帶的主要賣點啊 然後再加上這個逢魔時亡必殺技 一共是21句的必殺技台詞 我們先來觸發一下在劇中放過了這個逢魔時亡必殺技 觸發方法呢,就是在變身完成之後啊 再拍一遍左右兩邊的按鈕 再拍一遍左右兩邊的按鈕 後面的音效 強不需要一此的必殺技 journey到後一邊的關鍵 音效好长 很有这个平成最强骑士的感觉了 然后再来触发这20个骑士的必杀技 如果像刚才一样 两边一起拍下去 会触发一个浮摩时光必杀机 然后再拍下去 到必杀技释放完成之间 有7秒钟的空隙 这个时候你去拍右边 拍左边的按钮 就会分别触发不同骑士的必杀技 我们来看一下说明书 拍右边的按钮 面对我们的左边按钮 拍这边的按钮的时候 是触发从Double到肌肉的必杀技 拍反侧的这个按钮 是触发Cuga到Decado的必杀技 这样子讲的还是有点抽象 我们来实际操作一下 比如说我要放这个 我们来放这个Bildo的必杀技 Bildo是音效9 所以是拍这边的按钮拍9下 首先像刚才一样 两边的按钮同时按下去 然后拍左边的按钮9下 1 2 3 4 5 6 7 8 9 Bildo的时期 Valtec Finish Valtec Finish 再来试一下90年的必杀技 比如说90年的话 我想要亲 我最喜欢的Bildo Bildo是音效5 所以是拍这边的按钮 拍5下 1 2 3 4 5 这个操作我觉得拍起来是挺好玩的 而且大家可以注意到 在拍的时候呢 它的这个年份和后面的这个背景颜色 都是会进行改变的 而且真的是跟那一年的骑士的主题颜色相对应的呀 如果放的是Bildo必杀技 那么它的灯呢就真的会变成Bildo的蓝色 这个细节做的呢 我是非常的喜欢的 再来试一个什么其他的 我们来放一下DRIVE DRIVE是拍左边按钮拍第6下 2 3 4 5 6 可以看到是DRIVE的红色 DRIVEの時 Fulls Rattel 这个Fulls Rattel 这个滑舌也滑出来了 这个腰带的发音我真的是太喜欢了呀 然后大家听完刚才我放的这三个避杀技 可能也会有发现啊 除了前面的这个避杀技台词念白部分不一样之外呢 它的这个避杀技爆炸的音效是完全一样的 这个地方如果能按照每一个骑士 做出每一个骑士不一样的这个避杀技释放和爆炸音效 那就更加完美了 说到底这个玩意儿呢 还是一个DX规格的产品 所以我也不期待它的完成度 还有这个良心度能有多高了 做成现在这个样子呢 我也已经是非常满意了 然后还有一点比较可惜的是啊 刚才我介绍的那些东西呢 就是这个腰带的所有玩法了 它并没有像之前的Bildo那些变身道具一样 给到一个台词变身模式 就是说你玩这个腰带的时候呢 要么听台词 要么就干听变身音效 并不能让这个腰带自己去还原一些什么名场景啊 这一点呢也是非常的可惜了 让这个腰带的可玩度呢 也没有那么高了 官方的售价呢 我记得是在8000日元还是9000日元左右 希望这款腰带呢 它的这个价格也不要涨太高吧 那么最后再说一下呀 我的这个粉丝呢 马上就要突破10万了 那么在突破10万粉的时候呢 我是准备抽两条ZEROBAN的腰带 送给大家当一个小福利 感谢大家这一年来对我的支持 那么今后的时间呢 也请大家多关注我的这个 看一期少一期的玩具评测了 我是Gas 我们下一期 如果还要下一期的话 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